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Visa和万事打卡同意至少三年内降低他们向每个商家收取的刷卡费至少四个基点 而且在五年的时间内 两个信用卡网络的平均刷卡费必须至少比当前平均值低七个基点 并接受独立审计师的审核 同时和解协议还将允许零售商在结账时 对使用Visa或万事打卡的消费者收取额外费用 商家将能够根据接受不同信用卡的成本调整收费 使用定价策略引导顾客使用商家支付成本较低的支付卡 加州学生资助委员会称 加州免费申请联邦学生援助的截止日期将从4月2日延长至5月2日 根据这项新措施就读四年至大学的加州学生可在5月2日之前完成申请 就读社区大学的学生可在9月2日之前完成申请 所有在加州就读四年至大学的学生都将有资格获得免费申请联邦学生援助优先延期 这也适用于委员会管理的财政援助项目 包括加州助学金和中产阶级奖学金 需要帮助填写申请表的学生和家长可以报名参加全州范围的大学奖金网络研讨会和讲习班 这些课程将在3、4和5月期间开设 将在全州各个城市举办多场讲座 日本药企小林制药公司含有红区成分的保健品召回事件持续发酵 小林制药27日表示 两名消费者在服用该公司含红区成分保健品后死亡 另据日本共同社当天的报道 服用问题保健品后住院的人数已上升至106人 小林制药22日说 因有消费者服用该公司含红区成分保健品后出现肾脏疾病等健康问题 决定紧急召回该公司三款含红区成分保健品 随后 日本各食品酒类制造商陆续宣布回收含有小林制药生产的红区相关产品 3月27日北京取消了离婚限购三年的政策 对此北京市住建委相关工作人员称 文件已经废止满足北京购房资格 离婚不再限制购房 2021年8月5日 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提出 自8月5日起夫妻离异的 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 自离异之日起三年内 任何一方均不得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 随着北京政策进一步优化调整 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有望继续提升 其他核心城市需求端 政策也有望加快跟进